下面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我說過我一開始追的事情沒有結束 我絕對不會停止的 總統府前秘書長熊光華 他可以為了陳慶南在總統府裡面 搞密室官說嗎 以總統府的高度 總統府的權力 總統府的影響力 可以縱容這種事情發生嗎 我現在最具體的問題是 來前秘書長仔細的看 因為這個等一下跟總統府 有一些該做的事情 是不是已經做了有密切的關係 這件事情爆發出來了以後 他在2015年的12月9號 在總統府裡面密會陳慶南 結果2016年的時候 本來卡住的貸款就通過了 熊光華跟社會大眾說 沒有啊我進去 他是來講海科館的事情 跟烈烈健的貸款一點關係也沒有 完全是在侮辱全國人民的智商 為什麼 海科館早就結案了啊 海科館早就結案啊 2015年他在入府以前 出了什麼事情 2015年7月28號 吳敦義跑去慶富大樓總部 明明有去啊 到今天為止 吳敦義還不敢承認 還繼續說謊 媒體問他說 欸你7月28號是不是有去慶富大樓 你為什麼不承認 到今天還在迴避 8月的時候馬英九寫信 針對這件事情交辦給撿太郎 結果呢 陳慶南跑去跟熊光華 處理完這件事情了以後 12月59號 請這位就幫他開了喬貸款的會議 這件事情爆發了以後 我也肯定總統府公開透明的精神喔 把整個進去總統府以後 會面的紀錄 全部都調出來 賀蘭發現 原來他進去12月9號那天 沒有留任何的紀錄 那我現在的問題來了 他沒有留任何的紀錄 完全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到目前為止 總統府採取了什麼行為 因為我只有在媒體上面看到 總統府發言人林賀明說 他當事人已經離職了 真相要由當事人所說 來加以說明 但是在法治上 完全不應該這樣處理啊 他如果 該留紀錄 該登錄 沒有登錄 私下 關說 喬貸款 這種違法的行為 總統府必須要有所具體的行動啊 請教一下秘書長 針對這件事情 總統府有沒有把熊光華 不管 是行政上面的科處罰還 還是把它移送監察院 到目前為止有還是沒有 報告委員 現在的話 我們知道他有一個會客紀錄 那但是 這個會客的內容 我們的確無從得知 好 按照目前總統府接受陳情的規定 要不要登錄 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接受陳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會客紀錄 好來 沒有關係喔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你說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接受陳情 所以對這件事情的定性 目前總統府是把它界定成是 陳情遊說還是關說 還是沒有辦法定性 我們只看到了一個紀錄 而且我們就能夠把這個 對啊 但是這件事情現實上有發生啊 對 他現實上他有會面 對 至於他們兩個到底講了什麼 來我告訴你他們講了什麼 熊光華說謊 我為什麼敢說熊光華說謊 陳慶南 在檢察官前面拒絕 拒絕就是說謊要付委證責任 說 我有向熊光華表示 公司現在為了要找聯代行的事情 遇到的困難 希望總統可以出面協助 結果我們的總統府前秘書長熊光華 是怎麼跟社會大眾講的 沒有啦 在講海科館的事情 我為什麼說他在侮辱台灣人民的智商 海科館早就結案啊 12月的時候 明明就是去繳僑貸款的會議 然後僑貸款的會議 你講了這個事情 現在我在質疑總統府的事情是什麼 我現在在執行總統府 質疑總統府的事情是說 對於前朝的高官 已經跨越了法律的紅線 他即使是陳情 你要登錄啊 你沒有登錄就有人違法失職 就有人要負責任啊 否則整個總統府 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該登錄的沒有登錄 官真如何維繫 如何讓台灣民眾相信 我們總統府裡面的高官 不會闢視密談 不會官縮僑貸款 這件事情的法律責任要追究到底 秘書長您同不同意 謝謝黃委員 雖然這不是在我任內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未來任何人 不是未來是過去啊 這件事情責任的追究拖了一年 總統府都沒有做啊 未來當然不能做嘛 過去責任的追究 過去的責任需不需要追究 那我同意說在過去的責任 如果沒有善盡 整個總統府應有的程序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在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內部檢討的問題而已啊 要辦人啊 那這個部分 要把哪些人移送到監察院 然後要怎麼樣去追究這個違法失職的事情 秘書長您需要多少時間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我回去跟 至少不在 不是我認內 這我了解 這我了解 我從來沒有扣責秘書長 去年的秘書長是誰 我忘了啦 去年的秘書長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就很離譜了啦 對 那我豔立 只是發言人對外講說 嗯啊 就沒有留紀錄當事人離職了 可以叫呼呼都刷去喔 所以您願意 可以了解嘛 好來 我在具體的跟你講喔 事情還不只這樣 這還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回規法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樣講 2012年馬英九 吳敦義競選的後援會 就設在慶副總部 根據陳慶南 他在檢調的時候 巨傑所做的筆錄 馬無兩個人 高雄造勢的費用 全部都是陳慶南買單 好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的造勢費用陳慶南買單 馬英九 吳敦義沒有按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沒有按照政治獻金法的申報 這已經違法了 我已經具名跟監察院提出檢舉了 但是事情還不是只有這樣喔 你們兩個的造勢活動在高雄進行 然後陳慶南買單 陳慶南要喬貸款 來找你處理 可以這樣子處理喔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規定的很清楚啊 你涉及到利益關係衝突的時候 你就要回避啊 你就不可以去喬啊 結果還大蠟的去喬去發函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我們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雖然啊 我現在援引的 不是今年修的新法 是當時所適用的法律 這明明也有罰還的規定啊 但是除了台灣民眾覺得很奇怪 事情隔了一年了 這些違法濫權的人 大家都推給檢察官 我對於高雄地檢署現在爭辦的進度我非常不滿 但是我們交換一個觀念 刑事責任是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是行政責任 該移送簽查院彈劾的 該移送簽查院罰還的 這些責任的追究 絕對要徹查到底 秘書長能不能承諾 謝謝黃委員 黃委員針對這個案 能夠讓台灣社會能夠更透明公開 我基本上是贊成 那至於總統府的部分 我願意進行了解 如果這個部分 該有 民主黨您需要多少時間 可以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因為我會按照你們書面報告的內容啊 看實際上面的究責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就放掉了 沒有我又依照事實 對這我了解 所以您需要多少時間 一個月夠不夠 拖了一年多了 這一年多總統府都不處理 老實講我是非常的差異 非常謝謝黃委員 一個月可以嗎 那我用一個月的時間 我進行內部 針對整個案子的重新 我希望秘書長喔 運起來 這種不肖的商人 在總統府裡面 破壞整個國家的官僧 讓整個總統權力的高層 徹底蒙羞 這一種公務員 如果不好好處理的話 這個台灣這個社會真的沒有是非 我也謝謝秘書長 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齁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